我依修多罗 这个我就是流步语 不是邪见语 也不是傲慢语 依呢 就是他有依赖 他有依靠 你看前面讲难行道 难行道第三个是什么 无赖恶人 破他圣德 赖就是依靠 人呢没有一个真正的 正确的依靠 那就容易变成恶人 就会做坏事 他为什么容易做坏事 因为他没有依靠 他依靠的依靠错了 那依靠 依靠心情 今天情绪好 明天情绪不好了 依利益 有利可图 无利可图 你看天情菩萨依什么 我依修多罗 他依的是佛的经典 修多罗就是佛经 为什么依修多罗呢 底下讲了 因为他是真实功德 真实功德相 所以为什么称天情菩萨 天情菩萨的这个文章 称为优婆提舍呢 就是因为他依的是修多罗 他依的是真实功德相 说愿记种词 这个就是往生论 前面前面的寄论 与佛教相应 最重要的 它是与佛教导相应 所以同学们 我们学佛呀 你不管学哪一个法门 你要与佛教的相应 才有 才有功德 才有效果 不相应啊 你学的再大的经论 你学的不相应 那你这个效果都彰显不出来 所以过去有人举比喻啊 说送你一个摩托车 你当脚踏车骑 辛苦不辛苦 那比走路都辛苦啊 有的摩托车都登不了 你骑个摩托车还不能开 那么骑着推着走 多沉呢 给你一个东西 你用错了 那你就会起反效果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新加坡的冷气 可能只有冷气啊 只有冷气没有取暖吧 我们中国的冷气 它有取暖 就冬天取暖 夏天自冷 中国有一些老菩萨呢 他们自行组织一个 小的念佛堂 念佛小主 有的人家房子多 把房子捐出来 大家在里面搞个念佛堂 那到了夏天特别热 到了冬天特别冷 所以这念佛小主的同学们 就集资买了一个大的空调 我们这边叫冷气 夏天呢 他们说 哎呀 这回不怕了 夏天我们可以凉凉快快的 诵经念佛 那有一次他们就刚买来 就是夏天呢 热的受不了了 大家急着买来了 买来之后啊 就大家都做好啊 准备诵经了 因为一诵经啊 大家谁也不许动了 那就这个空调冷热也调不好了 所以大家都做好 然后对着那个空调 咔一按摇空气 那个空调砰开了 开了之后大家也开始了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念三声 然后无上生生微妙法 就开始诵无量寿经 诵得很慢呢 要诵两个小时 因为集体诵 诵不了太快 结果越送越热 越送越热 热了还不能动 谁动谁追过啊 那诵经那里 拧脚千脚水 不动道人心啊 你自己动了 诵经破坏了 你把别人破坏了 哇谁也不敢动 送完之后 就不用回向了 都回家冲凉去了 那大家说 这个怎么搞的呢 后来找个明白人 开的是取暖 外面三十多度 里面又加上取暖 这叫什么呢 叫不相应 用的是空调吧 是为什么越来越 效果不好不好呢 用的不相应 错用 该制冷的时候 你搞了个取暖 所以这样的话 你这个效果就 我们学佛也是 学佛你这个学经典呢 你搞法了 你也很辛苦 所以为什么 有些人学佛 即相容易 有些人学佛 摘祸连绵 那这个阿弥陀佛 这个法门呢 它就不用你调 你就老老实实地念 佛给你调 盖自冷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给你制冷 该取暖的时候 阿弥陀佛让你取暖 这个不操心 所以黄老居士说了 这个法门叫傻瓜相机 不用调焦距 咔嚓一按 咔嚓一按 照片照的都是好的 那调焦距的 调不好的 照的都重颖了 或者照的没那么清晰 所以我是傻瓜 所以我用傻瓜相机 所以这个法门呢 我们自己呢 承认自己是罪障 深重的凡夫 执着有生死 执着有众生 执着有我 所以我业障很重 但是不怕 交给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给你调 这五念门呢 很容易做到 等到后面呢 谭乱大师一解释 这五念门 从异形道的角度来解释 我们就欢喜 同生极乐果 真的是很容易做到